各位来宾 我是陈立光 我是 简单讲就是医师科学家 我是一个医师 但是我做了蛮多的科学研究 那今天来跟大家报告这个题目 就是跟 这个 这个上面的讲 那其实 我们的主角 我们的缘起 其实是锁链蛇 台湾其实是 蛇蛮多的 那毒蛇有六大毒蛇 那我们为什么会 当初我们为什么会开始做锁链蛇呢 当然是因为 我在花莲慈悸医院 花莲慈悸医院锁链蛇是我们台湾东部地区 特有的蛇 像 像我们其他 这个台湾六大毒蛇里面 除了这个 锁链蛇以外 我看我这样子还比较快一点 除了这个锁链蛇 我们今天要讲的 其他的就是这六大毒蛇里面 上面三个 白布蛇 龟链蛇还有青竹师 这是我们常常见到 但是他们都是血液毒 就是被蛇咬到以后 流血会肿起来肿很大 然后流血不止 那下面这两个 那下面这两个眼镜蛇跟雨伞结呢 是最有名的神经毒 神经毒的话 它是会阻断 它的蛇毒会阻断神经的传导 那所以呢 这个被咬了以后呢 不会像上面血液毒一样 肿得很痛又肿 这种神经毒的话 不太痛 但是不久呢 就神经没有感觉 就麻痹了 以至于到连呼吸肌肉都会被麻痹 所以最后反而是早年的时候 被毒蛇咬伤的 死的最多的就是雨伞结 因为它很快就呼吸 没有力气呼吸了 人就死了 那为什么我们讲锁链蛇 锁链蛇放在这个位置 它是又有血液毒 又有神经毒 它是一个两个毒都有的一个毒蛇 那要讲做这个锁链蛇 要回想到缘起的话 是大概二十多年前 我还在这个慈悸医院 发炼慈悸医院 做急诊的住院医师的时候 我还记得当天 是一个礼拜六的晚上 傍晚 一个69岁的一个阿公 来挂急诊 那他是说 他的脚跟被蛇咬了 那他一口就说 说咬他的是眼镜蛇 那当然大家知道 那种傍晚的时候 天色已黑了 我们本来在急诊判断 这个病患被咬的毒蛇 本来就是不太听 病人的叙述而已 我们要很多的佐证 让他去读图谱或什么的 那二十多年前的时候 还没有那么进步 那所以因为他也不怎么痛 所以我们很简单 我们也不需要打什么 抗毒血清 说老实话 那时候还没有锁链蛇的抗毒血清 那我们就让他观察 到第二天 他还是不痛不痒 也没有肿起来 也没有怎么样 我们本来要让他回家了 那临走之前 我们再给他测一下 那个血液的 这个全身的这个 我所谓的这个DIC profile 一测 哇不得了 他全身的凝血因子 都被耗尽了 于是到他是身体任何受伤 出血是没有办法被止血的 所以后来这位阿公 因为当时我们全台湾 也没有那个锁链蛇的这个 这个抗毒血清 所以在我们花莲刺激医院就把他赶快送到台北荣总 那时候唯一有毒物科的台北荣总 毒物科去治疗 那当然很不幸 六天后他就往生了 那他临走之前 全身到处都是瘀青 就是那个瘀血 瘀青 因为他没有办法止血 所有针孔的洞都一直流血出来 那张照片是眼睛被遮住了 但是还是放在我们疾管局 就是公告 就是说被锁链蛇咬伤 会是那张照片一直流用到现在 那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让我都有很深刻的印象 以至于因为以后要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呢 我就是选这个锁链蛇 那当然也是因为锁链蛇 是我们花东地区特有的蛇 像其他这些蛇 几乎在台湾各地都有 但是只有锁链蛇是 我们花东地区特有的产品 那我刚刚说 这个锁链 锁链蛇是两个毒都有 也有神经毒也有血液毒 对不起 这个还是 这是影片还是不会动 刚刚不是试过了吗 我先给大家看 我们这用小老鼠 如果把这个锁链蛇的蛇毒打进去以后 这个神经毒在老鼠的产生的症状 没有关系小荧幕也可以 它如果真的大荧幕不会动 要我按吗 你用刚刚那个小荧幕也可以 给大家看一下就好了 那这个当然是我们把蛇毒打到老鼠的身上 然后很快它就会 我刚刚还给它试 没有 好 没关系 好 这个老鼠到后来 这次已经死掉了 这次它就会一直打转打转打转 好像是在跳旋转舞一样 它就会一直打转 然后尾巴会直直直的翘起来 所以也大概不到几十秒钟就往生了 那这种神经毒在小动物身上是会发生的 大家晓得毒蛇的蛇毒是干嘛的 它是要咬 它不是用来咬人的 它是要吃东西 吃老鼠 吃青蛙什么 它把这个毒液去把那个老鼠咬了以后 老鼠就很快就死了 它就可以把它吞下去了 对不对 所以这种毒液 对我们人体这么大的动物来说 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反而是血液毒 在我们人的话是很危险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 锁链蛇的蛇毒 到底作用在我们凝血上面是哪一个位置 这是我们人体的这个凝血的途径 那靠你们的左边是内缘性的途径 你们的右边这边是外缘性的 红色的这个是那个是黄色的 那黑色的是共同途径 那这有名的凝血因子 十二十一九八 就是内缘性的 那内缘性的是什么呢 通常我们血管会有血栓形成 是因为血管的上皮出现的状况被破坏 于是我们的凝血因子就会上去 被这个这边就会被活化 内缘就会被活化 活化了之后会进到共同这边 活化第十十第五第二第一 最后凝血血块就形成了 那另外呢外缘性在干什么呢 外缘性是第七因子 第七因子通常是受伤 组织受伤有damage的时候 才会释放出来第七因子 那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这个就叫做外缘因子 那它也是直接会活化第十因子 然后十五二一就达成 达到凝血的目的了 那凝血就可以止血 所以我们的凝血其实是因为 怕出血太多而特别保护我们的 那锁链蛇的蛇毒 它作用在凝血的途径上面呢 它就是刚好作用在第十因子 所以它不要经过内缘 也不要经过外缘 它直接活化共同途径 于是就达到凝血的 那我刚刚说 前面那三种有名的血液毒的毒蛇 都是很肿然后流血不止 对不对 但是锁链蛇的蛇毒 它是促进凝血的 那怎么会跟一般的 这个出血毒的毒蛇放在一起呢 其实它最后结果也是你流血不止 而是它是很强的毒 是一种酵素 它可以让我们血液里面的第十因子 全部都活化 消耗到第十因子用完 那我们血液里面没有第十因子了 那当然也就会出血了 所以它的作用机制跟那三种毒蛇的作用机制完全不一样 那我们要做这个研究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拿蛇毒 那蛇毒哪里来 这个就是 我忘记拿手帽 这就是我啊 我在那儿采蛇毒 那这个作战还是去看那个 Discovery的影集 然后去学怎么样采蛇毒 好 那采完之后 我们就把它 蛇毒收集起来 打在老鼠 我们老鼠的后脚掌 注射进去 很不幸 看蛇毒打多少 半个小时后 24小时后 48小时后 大家可以看到 一开始那个指尖就黑了 为什么 因为形成了血栓 把那个部位的动脉塞住了 那动脉塞住 血栓就黑了 血液过不去 就缺氧 打越多 就是越黑的越严重 那打到这个150 打到最多的时候 好像不太黑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老鼠死掉了 它根本就活不到 超过24小时 所以没有48小时这件事了 那 这个是看起来 我们这个 去投稿的时候 那个杂志 医学杂志的那个 主编 给我们的回复说 你们的照片 用英文说是 make me sick 就是很恶心 大家看着这也是蛮恶心的 对不对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真正人被咬的时候 是这样 比那个 更看起来 更是残忍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实验 我们是为了一个 更远的目标 希望我们做完这些实验 再也没有这种发生 好不好 那其实 我在那边踩蛇毒的时候 我也是吓得要命 我如果被咬了 可能我的手会变成这样 所以 有的时候 我们 我们实际是 上人是说 这个 三 就是三个不求 还有三个祈求 那我们事实上 我们 从来不求 不劳而获的事 三个不求 都是不劳而获 那我们祈求的是什么 我们祈求的是 有能力 去替人类解决问题 那我们要怎么解决问题 就是把这个蛇毒 去生产单株抗体 希望能够有 可以综合 这个蛇毒的单株抗体 能够出来救人 所以再下去 我们就是 生产了很多的单株抗体 这边总共有 22株单株抗体 有18株的单株抗体 是任 毒液的其他部分 有4株的单株抗体 就是认 刚刚可以作用在 第十因子 可以活化第十因子的 这个蛇毒上面 那可以综合它的 那当然我们 想要 这就是我们希望 拿到的东西 那我们发觉 这个号码 编号为 7-7的是特别好 效果是特别好 那 怎么说呢 证明给你们看 把7-7和蛇毒一起混合 再来打在 刚刚讲的老鼠的后掌上面 如果没有混合单株抗体 就黑了 混合一点点单株抗体 有一点黑 混合到2.5mg 就不黑了 只是有点肿而已 如果混合到5mg 几乎是跟正常一样 对不对 这就表示说 表示说 这个 这个单株抗体 可以中和蛇毒 对不对 不对 因为它也说不定去阻止了 其他的凝血 形成血栓的因素 对不对 不要那么早就跳到说 好棒 我们已经达到结果了 所以我们要再去问 它到底是 到底是为什么能够 有这个效果 未必一定是中和 你必须要提出证明来 不是随便拆一拆 所以我们再来就是 再证明看看 要用各种的 刚刚那是一个活体的 一个老鼠的脚掌 的实验 那我们再来就做 试管内的实验 做很多其他的实验 来证实 它真的是不是 能够作用在蛇毒 真的是不是能够 中和这个 锁链蛇的蛇毒 这个血液毒 好 那我们用的是一个 这个人类血浆的 凝固实验来做 那这个实验其实 我们拿到血浆 为什么不会凝固 是因为 我们有放了很多的 钙离子的熬合剂 所以我们把它钙离子拿掉 这个血浆就不会凝固 那但是我们给它 混到蛇毒以后 我们把钙给它补回去 看这个血浆 凝固的时间是怎么样 好 这个是 如果 如果不加蛇毒的话 只有给它补钙离子 是这个蓝色的 大概在十分钟开始凝固 但是如果我们加 不同量的这个毒蛇的时候 蛇毒的时候 可以看到一分钟两分钟 马上就已经凝固了 蛇毒加的越多 凝固的越快 所以 的确 蛇毒是 促进凝血的 这是我们前面讲的东西 我们都要拿证据给大家看 好 它的确是促进 血液凝固 然后呢 如果我们把综合抗体 先打在 这个老鼠的腹腔里面 让那个血 让它的那个抗体在 老鼠血液循环的时候 我们再来 给 这个 不是 我们如果是在这个试管里面 先放 这个单株抗体 然后再来加蛇毒 就会发觉 我们刚刚说 正常的时候 大概是在十分钟 就会凝固 那如果是 有蛇毒的话 在一两分钟就会凝固 但是我们如果加了 这个 这个综合抗体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如果综合抗体 加越多 就从 一两分钟 延长到四分钟 延长到七分钟 甚至于到这个 加到很多的时候 就变成完全不能凝固 那这样子 好不好 不好 为什么不好 他只是摇头而已 他说不定 印度人摇头是说好 其实 是有问题了 为什么呢 我们说 蛇毒是 促进它凝固 它会缩短 凝固时间 对不对 我们加抗体的话 应该了不起 综合的话 是应该回到 回到不加 它怎么会 加到更多的时候 变成比 比我们这个 控制组 还要慢 甚至影响 整个 你给它盖 离子 它也不凝固 那这就是 奇怪了 那我们就觉得说 那这个可能的解读 就是说 我们的弹珠抗体 事实上不只是 可以去 作用在蛇毒 甚至于它是可以 直接 抑制 血液的凝固 那这是一个猜测 一个可能 可能的 一个猜测 所以我们再证明它 我们这次做实验 我们蛇毒不要加 我们就是刚刚那个血浆 然后加钙离子 然后加我们的单株抗体 这个是在原始的 就是对照组 不加的时候 十分钟凝固 不加蛇毒 加抗体 加越少 少少的 它就已经延长了 加越多 延长的更厉害 如果加到很多的时候 它变成完全不能凝固 这就是刚刚 这个介绍的人说 我们为什么从一个 这个老鼠单株抗体 去抑制蛇毒 本来是想做解毒剂的 结果发觉它根本 这个单株抗体 就可以去 作用在凝血因子 所以我们除了可能 来解毒之外 还有其他更重要的 用途 好 那这个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不是觉得很奇怪吗 你明明是一个蛇毒的单株抗体 你结果加到血液里面去 又没有蛇毒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的单株抗体是不是 不太 不太纯 或者是它的作用不太专一 那事实上呢 我们是可以解出来的 假如说 我们刚刚说 蛇毒是作用在 第十因 对不起 如果是蛇毒 这是蛇毒 紫色的 作用在第十因子 于是活化了第十因子 引起我们刚刚讲的 共同途径 对不对 那其实 这个是被蛇咬 才会发生的事 对不对 平常我们蛇毒 不会在我们的血液里面 那到底我们平常 第十因子在干嘛呢 平常第十因子的 共同途径 是要靠我们刚刚的 内圆性的途径 对不对 内圆性 十二 十一 九 八 对不对 所以事实上 第十因子是在 第九跟第八 的复合物的时候 可以活化它用 第十因子本来是 有这个作用 那只是很 美丽的错误 刚好蛇毒 长得有一个部位 像是第八 第九 可以活化 第十 所以蛇毒 就可以活化 第十 造成了 共同途径 上面的活化 造成了凝血 那这个是 就是我们的 推测是这样 是唯一的一个理由 就是当我们 当我们有 77的抗体 事实上就是 可以作用在蛇毒的 这个部位 所以它 它阻挡了蛇毒 去跟第十因子作用 所以就有中和的作用 对不对 所以那个脚也不会黑 那个凝血也不会形成 那 很不幸 也不是说很不幸 这就变成 美丽的 幸运 刚好 这个抗体呢 抓的这个部位 就是 就是可以跟 第十因子 结合的部位 刚好就是 也是第七跟第八跟第九的 这个部位 所以他们有一个交叉反应 这就叫做交叉反应 就是说这个抗体 可以作用在蛇毒 也可以作用在第八第九 共同的作用 都是让这些东西 没有办法去活化 第十因子 这是很好的理论 对不对 但是讲了半天 天花乱坠 要证明啊 所以我们就用 这个是比较深一点 我很简单的白话 帮你们解释 就是说当我们用抗体 我们做西方末点实验 就是去 看它到底能够抓什么抗原的时候 它可以抓蛇毒 它可以抓我们血浆里面 某些成分 这分子量接近于第八第九 然后我们给它 真正的纯的第八第九 也是的确是可以抓 那 对不起 那个是 刚刚那个是西方末点实验 是蛋白质跟蛋白质的反应 这个是免疫的反应 总之结论是一样 就是我们那个单株抗体 7-7 它真的是可以作用在 我们人体血液里面的 第八因子跟第九因子 结论就是这样 证据 那所以我现在下一个小小的结论 我们说这个实验 我们当初是为了想要 发展一个可以来替 不幸被锁链蛇咬伤的病人 来做解毒剂的 来生产一些蛋株抗体 希望能够综合的 结果是 算 算是成功了 对不对 那意外的发现 是说这个单株抗体 不是只可以去作用在舌毒 而且它可以作用在 我们凝血因子第八跟第九上面 可以达到一样可以抑制凝血的目的 那这样子的话 很好对不对 这个抗我们达到目的了吗 我们选单株抗体是有了 可以用来救人了吗 不行 因为这个单株抗体是老鼠的单株抗体 老鼠的抗体打到我们的人身上 会产生过敏免疫反应的第三型 所以我们现在要任何单株抗体药物 不能够老鼠的抗体不能打到人身上 即使是马的血清那些抗体 也要把它修饰 那这个的话 再来一步就是说 我们要达到目的 是要能够打到人身上来救人 所以呢 是不行 但是有办法把它变成型 就是呢 原来老鼠的单株抗体 是这个单株抗体 那全部都是老鼠的抗体 那它的 我们所谓一个重链 一个轻链 那这个重链 就是很容易引起过敏反应 那我们把它换 用基因工程的方法 从基因上面 从Message RNA CDNA 反正这些最后 现在的基因工程 来把它 只留着前面去抓抗 抓蛇毒那一个部分 把抗体的 后面的尾巴的这个部分 通通换成人的 这个抗体 有部分是人的 有部分是 有部分是老鼠 有部分是人的 好像是那个 埃及的人面实声像 对不对 一种铅合的抗体 那这样子的抗体 就可以真正在 临床上面 做应用 打在人身上 注射到人的血液里面 注射到人的身上 都可以的 所以这一部分 我们已经完成了 那这一部分 我们要特别感谢 这一部分不是 不是我的实验室 的专长能做的 我们是感谢我们医院 那个林院长 他有一个创新团队 他有出了一些经费 我们特别请中央研究院 吴汉中 吴教授 来他的实验室 有专门做这个的 做这种的技术 所以帮我们把这个抗体 已经做好了 而且做好之后 拿回来 我们再测 这种千核式的抗体 仍然是维持着 原来可以中和舌毒 可以作用在第八第九因子 功能都还继续维持着 所以实际上 我们终于是认为说 可以用了 所以我们这个从 一个解读剧 转化到血栓 血栓预防的应用上面 第一个 我们是 当然可以做舌毒的诊断工具 但是我们其实是 真正想要做的是治疗工具 而且 刚刚因为是变成了 千核抗体之后 是可以 可以注射打到人身上 被毒蛇咬的人 舌毒在他的身上 我们打麻血清 那我们为什么 不用打单株抗体 比麻血清又干净 又不容易产生过敏反应 那再来 如果是 我们刚刚说 那个容易形成血栓的 血栓是什么问题 血栓可以塞到心脏 就是冠状动脉 酸塞 对不对 血栓可以塞到脑 就是中风 对不对 脑梗 那这种人 我们也可以打 这个单株抗体进去 抑制 刚刚讲 那个血栓的形成 那 可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抗体药物 没有办法 就打针没问题 没有办法用吃的 为什么呢 因为抗体都是蛋白 一吃到肚子里面去 胃酸 胰脏 会分泌蛋白酶 抗体就被消化掉了 根本就来不及吸收到 我们人体血液里面去 就已经被消化掉了 所以 抗体药物 是好处 是 很好 很专一 但是 它不能口服 只能够打针 那 如 我们希望 很多的人 像现在大家 可能有亲朋好友 都在服抗凝血剂 是用口服的 早期的 抗凝血剂 口服的抗凝血剂 大家晓得就是 就是 维他命K的抑制剂 就是 老鼠药 对不对 大家以前那个老鼠药 吃了以后 它就流血不止 流血不止 休克 口渴 它就跑去水沟旁边死 对不对 所以 老鼠药 吃老鼠药的死老鼠 都在水沟旁边 对不对 好 那 如果我们 这一类的人 早年的这种 要预防他 血管栓塞 的时候 就要吃的抗凝血剂 大家可能都听过 叫做Waffling 瓦法林 对不对 很有名的 那那个呢 就会有很多的副作用 因为人会出血不止 那后来 就有发明了一些 其他的口服的 那我们可以跟大家讲 那 希望我们这个药呢 就是能够去取代 这些 为以前的这个 这个 抗凝血剂的市场 除了 我说 我们一开始 是为了要做 锁链蛇的解毒剂 那这个来 我们做一个市场评估 我们国内 一年大概被锁链蛇咬了 没有几个人 所以大概的市场 160万台币而已 没有一家生技厂商 会愿意投资来做这个 这就是变成 有名的叫做孤儿药 没有生技厂商愿意用的 全球 全地球上面 会被锁链蛇咬伤的地方 也不多 只有东南亚 所以全球的市场 也才只有1920万 所以国际大厂 也不会想要来投资 做这件事 但是如果我们是做 抗凝血剂的市场 大家可以看看 打针的 每一年的市场有 这是根据 Global Market的insight 一年有1400亿 那 这是要打针的 这是 对不起 这个已经换成台币了 这是台币 然后如果是口服的 比这个还多四倍 是5600亿 每一年 那这就是 大家药厂就会很心动 对不对 有这么多钱 可以赚 那问题是 就来了 这些东西现在都有市场 人家都有药在卖 也有在打针的 小分子的 Heparin也有 这个口服的 虽然是 现在没有 几乎没有什么人 再去吃 Walfarin那种 或Colmartin那种药了 但是 现在有新的药 那我们这个是 画一个大饼 人家会必要用我们的药 对不对 所以现在 在 在厂这边 很多这个生物企业 在 在募资的时候 都是用这个来骗你 骗你给它 钱去募资的 那我是讲老实话 说实在人家不见得会用我们 对不对 你看到市场这么大 你能够通通包下来吗 不容易对不对 那我要跟你讲 我们可以 这个回到我们刚刚的拟血因子 蓝色的是 蓝色的是内源性的途径 绿色的是外源性的途径 黄色的这边 这是共同途径 我们的单株抗体 是作用在 内源途径 对不对 那事实上 我们 目前 以前的这个Wolfering 是作用在整个全部 通通会 因为它是抑制肝脏 合成 凝血因子 所有的凝血因子都会减少 所以一定是流血不止 出血的 危险性很大 那 现在新出来的是有作用在 第十因子的 口服的 有作用在 第二因子的 口服的 但是 它们通通都是作用在 共同途径 对不对 那 这个在口服的人 万一受伤 受伤的时候 它启动了 第七因子启动 启动了外源途径 但是进到 共同途径的时候 仍然是没有用的 对不对 因为最后 要走到这里才有血酸形成 才会凝血 才能够停止止血 所以现在 所有这些药 刚刚讲的 全球5600亿的市场 还是在用这个 如果我们的单株抗体 能够 只中止 内源性 而让外源性 继续维持它正常的功能 所以这个病人 虽然在吃抗凝血剂 他跌倒了 他去开刀 他去拔牙 他受伤的时候 会有外源性的途径 仍然是启动共同途径 所以就不会流血不止而死亡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单株抗体 作用的位置 是跟他们这个作用的位置 都不一样 有它的优势 有它的好处 所以到时候 如果我们这个药物出来 这些药物 药物我也不会再花钱 去买那个药物来用了 对不对 它会有出血的可能 那我要服用这个药物 我千万不要摔倒 我不要用任何受伤 所以我们这个药 是有它的优势的 好 以上 我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那最后 如果说要 我们这个单株抗体药物 要变成口服的 我们仍然是要 变成小分子药物 不再是能够抗体的这种 这个所谓的生态 要变成能够抵抗 胃酸 胃移消化液的 这个小分子的药物 那这些 仍然是我们现在 目前在努力的 那今天也刚好在场 我们现在在 跟我们合作努力的 马杰大学 马杰医学院的 那个陈一辰博士 他就是在专门 他是做结构的 那他就是专门 现在 大家知道 都现在整天都讲 AI 对不对 人工智慧 他用电脑 用人工智慧 因为第九因子 第八因子的 的核酸序列 蛋白质序列 都是知道的 我们这个抗体的 核酸序列和蛋白质序列 也都知道 所以用电脑 有名的 下围其实叫 AlphaGo 那用在 我们这个生化上面的 叫做AlphaFold 他就是他会把 第九因子 第八因子 组起来 长个什么样子 我们的抗体 长什么样子 他最后是我们抗体的 什么部位去结合 那一个 那个 第八第九的 那个被结合的位置 形状都会出来 于是他 可以设计出来 就是 用逆向 设计的方法 用AI 逆向的方法 设计出 小分子的药物 直接 就不再用抗体 但是要借着我们 抗体能够辨识的 那个位置 那个资讯是很重要的 然后就可以做出来 可以 不怕 胃酸的 但是仍然可以 抓住 第八第九 那个被活化 就是可以阻止 它活化的地方 那样子 小分子药物 那样到那个时候 大概才能够真正 拿那个 五千六百亿 每一年 好 谢谢 二十五百亿 这也是 二十五百亿